KT所使用的是義大利一整桶進口來台灣的IP 義大利IP的主尼友 那像裡面的油風也用得很好 是使用日本最大的品牌NOK的油風 所以壽命都很好 那KT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組裝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自己組裝的 如果用很久之後 然後305年之後 鼠尼友有裂化了 或者是上座有損壞了 都不用換一整個新品 可以針對壞掉的零件來做汰換 所以這個是KT工廠一個比較具備的優勢 那我們來看上座的部分 上座的話這台車的拆裝還蠻簡單的 這裡有三顆螺絲 那在這個上座的中間 這裡有一顆KT的旋鈕 這個旋鈕我們如果往順時針的方向 這樣就變硬 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鈕可以調整 那如果調到最軟的時候 它就直擋住了 轉不過去了 最硬的話也是一樣 所以它一共有 叮叮叮的手感一共有30段 那這一顆是1.5針 地球夢的引擎 節能效果跟動力的效果都相當的不錯 這個現在新的世代 都已經是我羅倫情話了 好那這樣這個腳管的部分的話 它有一些固定的零件 像這個是離載串的固定點 離載串 這個是原廠的離載串 沿用原廠的就可以了 那這裡有一些ABS感應架 這裡有兩個扣具 這些都是跟原廠一樣的位置 都是專車專用給CRV5代所專用的一些規格 所以KT的話對這台車因為市場很大 所以特別用心製作很多的細節 都是給這台車所使用的 那改了KT之後 車高能調整軟硬能調整 相信KT的這些產品能夠大幅改善 像這樣的修旅車的一個操控感覺 那如果我們有想要了解 KT乘坐起來的感覺 到底是如何的話 可以跟我們小編聯絡 可以來做試乘 可以來了解產品 那如果試乘後有滿意 再來考慮KT的產品就好了 以上是今天CRV5代的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